白上衣男子跟在熱褲女乘客後方搭上捷運 過程中兩人都在低頭滑手機 突然男子急著下車 女乘客則是一臉驚恐 原來他的手機收到寫著防疫小嘗試的照片 点開卻是不雅照 立刻報警 事發在去年7月中校新宣站 当时他们搭乘的是末班车 车厢内乘客比较少 被害女子报案之后 警方调入了监视器 很快就追到散布照片的男子 他坦诚传照片 但辨称是传错了 被依法送办 搭乘大宗交通工具常常会收到 有陌生人用AirDrop传送的照片 如果收到像这样的梗图还没关系 就怕收到的是不雅照片 AirDrop只有iPhone手机可以使用 透过蓝牙 可以把手机内的档案传给附近的人 原本相当方面的功能 被当成散布猥亵照的途径 捷運警方两年来接获事件 但许多人都遇过类似的状况 当下我就怕是会让我手机中毒 所以我没有顶开来 然后我一出捷運的时候 我刚好看到荧幕墙上面 有在就是播放宣导的广告 然后我才就是突然 那一秒我才恍然大物就是 原来我刚刚收到的那个讯息 他点开来会是 就是不雅的照片 除了接获报案的中校新宣站 包括台北车站市府站 都有乘客遇过 大多会赶快删掉没有报警 不过碰到这样的情况 除了找警察帮忙 也能透过设定来自保 只要打开设定 点选一般进入AirDrop页面 选择警线联络人 就不会收到陌生人传来的档案 警方提醒随意传播 私密照片或影片 违反性骚扰防治法 和散布猥亵物品罪 最高可除两年徒刑 开罚十万 虽然AirDrop不会留下电磁记录 但警方还是能透过监视器 比对进出站的乘客找到人 别以为利用科技犯罪 永远不会被抓 TVBS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